我们几节带你来关心的是 航运钢铁短线的航情 已经结束了吗 航运要翻船了吗 钢铁人飞不动了吗 我们先来看在航运的部分 今天沿田港的塞港问题 从之前的利多 似乎已经转为利空了 今天利多是塞港运驾会涨 但今天利空是 物流公司说现在连司机都找不到 换句话也就是说不敢接单 那如果不敢接单 就没有办法转为营收 所以在今天似乎利多便利空 那在钢铁股的部分 报价也开始出现回荡了 中国需求放缓 国际铁矿石回落了超过一个百分点 所以钢铁航运今天都跌了 我觉得今天给我一种感觉就是 运驾还是维持在高档 但是補不下 吞不下 因为今天航运加钢铁的成交比重 超过44% 但是不同以往它不是涨 你看今天我们看到长龙的跌幅 超过5% 阳明是超过7% 几乎都受到 奇怪你这个经顶确诊 里面有员工确诊 它照样这样杀杀杀 跟它有什么关系 然后你看钢铁的部分 今天表现也是非常非常弱势 实际上我觉得真正反映什么事情 如果大家特别去注意 最近广州很奇怪 为什么突然又要 广州市政府要盖双舱实验室 你为什么突然 因为你要增加检测的量能 为什么要增加检测量能 因为突然之间好像蓝疫的数量又变多 因为听说印度的变种病毒进去了 好 那这个当然就会产生影响 为什么 因为包括广州的南沙港 甚至包括深圳的盐田港 这个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找不到工人 对 那为什么盐田港这么重要 因为深圳的盐田港 它每周100条的这个航线 其中有60% 那就是60条 我刚才算了一下应该没有错 100乘以60%就是60 这个是往欧洲的部分 好 那这个部分就受到影响 那你说100条到底占多少 这整个往欧美的部分 占整个全中国大陆 它往欧美的这个航线占四分之一 所以这边全部都塞住了 而且我们看到那个货 现在那个货柜 已经塞住了大概两三万个 卡在那边 卡在那 那每天它消化五千个 所以变成你现在货柜的这个单子 全部延 一延就要延一两个礼拜 那你说那你这个货车载 货车载可以吧 可是光这个货车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长龙 绵延数十公里 所以你说我把它转好了 我转到上海 转到青岛 厦门 或是转到我刚才讲 那个广州那个南沙 可是它疫情也严重 所以现在不是塞港还塞车 塞港塞车 连要转到其他港也有问题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没关系你塞嘛 那为什么会塞呢 因为现在很多跨境物流的 这些公司 我需要货车卡车司机 不是随便的都去开 不是说陈彦来帮忙开一下 我这方案盘在这大 是没有怎么开 不是随便人都能上 更麻烦的事情 连货车这些司机他不敢接 因为我刚才讲 为什么我刚才一开始 要先讲广州那个事情 他发现说这个状况很严重 他们也不敢接 就变成这样 就像陈彦所说的 孕价虽然仍然处在高档 但是似乎有那么一点 看得到不见得吃得到的味道 马士基现在针对碳权的部分 要调高孕价 这总是事实吧 对 那有没有办法转嫁 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接受 现在你孕价已经这么高 对不对 那马士基又跳出来 因为我现在碳中文的趋势 没有办法 所以我要给你加碳税 他要加150块每顿 给你加上去 那客户接不接 那这一加上去产生一个问题 能不能转嫁 如果不转嫁 不能转嫁给消费者 他的成本会大幅度提高 那转嫁给消费者 消费者会不会买单 这个是未来很严重的一个状况 我们也要去注意 那这个运价能不能让他的客户 包括最中端的消费者接受 现在出现问题了 对 现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厂商 他不敢接订单 其实能撑多久 影响多久 我们都不知道 这是一个变 很大的一个变数 钢铁的部分 当然 比如说 刚才这个威元 他们讲到美国这个部分 我是认同的 可是最近 在大陆有一个状况 是什么 很多的工程 突然之间延宕了 甚至停了 他不再做 为什么 不是因为钢铁价格 太高的关系 是因为最近雨下太大了 大雨大雨一直下 下到 这个雨季下到很夸张 你看这个烟道 连这个当地的民众说 这四人不知道 看见这种火 当然他讲国语 我把它翻成台语 就是说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的情况下 代表这个雨势真的太严重 整个停工 照这样的情况下 钢铁我们真的确定看到 这一波大涨过后终于放缓了 好 所以我们来看 钢铁航运在今天杀身隆隆 货柜三胸一度都打到跌停板 现在怎么操作 好 坦白讲 每次娟姐都会问说 有没有股票 就选一下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今天你如果问我这个问题 我可能要报到太后 我今天没有办法 承接你的旨意 所以钢铁航运 你现在没有办法宣布 也就是说 现阶段我觉得 我先不急着去推荐 但是因为有一个 我觉得OK 大成钢 大成钢 刚刚我们来宾也有讲 对不对 就美国基础建设的部分 就是我们那个 最近要当爸爸的这一位 对 然后我听说这个怀孕了 然后所以要娶对方回家 然后这个这里我觉得 大成钢的部分我觉得还是OK 这个部分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回到刚才的 那个六宫阁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件事 因为当行情一直很热很热 很热的时候 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很多的股票 它会被警示 它会被 但是之前不是被警示 被关紧闭 也就是处置股 对 越拐越大尾吗 之前不都这样吗 如果一清专案 二清专案 三清专案一直做 我关了 我大尾出来 又要再被抓进去关 所以其实还是要看 市场的状况 最近市场的氛围 我觉得紧张度比较高 所以如果你被处置 钱已经大涨过 融资又大增 加上现在 之前大涨过 融资又大增 那最近市场的氛围 就是危险讯号 我觉得就有点危险 而且最近状态不是这么好 所以像这些股票 我觉得不论是中宏 海光 威智 短线上 我觉得还是稍微先闭一下 然后像航运 望海 台华 这些都遇到同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不是说长线不行 但是短线都涨多了 短线涨多 融资大增 我觉得我们先闭一下 先来问航运股 航运股在短线上 要先卖一趟吗 现在关锦币还是先跑吗 请举牌认为先跑的给缺 好 所以我们看到 有两票认为短线先跑一趟 但是却有四票说 不用怕不用怕 来 蔡总 一位 今天已经大跌了 我相信今天应该融资洗出来 所以要是先先 所以明天假如航运股 尤其是货柜三雄 再杀的话 其实你可以买进了 打麦牙已经 反而不要在明天 在短线上 不要在明天跑在 没有尊贵员的价位 好 这是蔡总的看法 来 我们再来问钢铁 那钢铁呢 钢铁要不要跑 那如果认为要跑的给圈 我们看到钢铁是 三票认为要跑 三票认为不要跑 三比三 那很艰难 阿文三 我觉得钢铁的话 六月份 这个中钢要公布 它的盘价有可能涨10% 所以你认为不要跑 对 而且我认为 它公布的单月获利 六月的获利还不错 五月的获利还不错 所以原则上可以等待 钢铁的利多公布 好 所以钢铁就不要分歧了 三比三 我们回来谈 苹果在明天晚上台北时间 凌晨1点要举行WWDC大会 对瓶盖股会不会有激励的效果 有 今天航印跟钢铁跌之后的话 瓶盖尤其是mini OED的股票 就涨了 这个是mini OED的导限 日经转移 就涨了 那这个有跟那个 苹果有研究mini OED 有打 也有涨 也有涨 那台北小哥是mini OED 表面连走 也涨 驱动IC 还有触控的都涨 其实真的有影响 其实我是觉得苹果作业系统 真的评价比M作业系统好太多了 所以它每次出来的话 市场都会有期待 那这一次的话 会有M2的这个晶片 M1的晶片是16核心 这一次有20到40 M1非常好 M2估计分数会跑得非常高 所以我觉得是杀手性的武器 那第二个这个东西 它是怎样 你在工作 或是你在睡觉 或是你在开车 有人打电话来 你可以设定通知的 想这个是谁的声音 然后可以设定自动的回复 所以这个东西很棒 因为你有时候 没办法立即 马上回复人家的电话 这个是 但是你听铃声就要说 谁打电话给你 对 你可以设铃声 这个铃声是音量打给我 这个铃声的话 是蔡总打给我 但是不管是音量 还是蔡总都不能接 但是你可以回复 开车接电话 要被罚了 但是你可以设自动回复 说我要怎么回复他 蔡总要打来 可能是什么事情 自动回复说 我五秒五分钟之后 再打回回答给你 他可以去设定这个东西 然后笔电 以前没有 是这个无线充电 他现在笔电有无线充电 而且他的音质 HDMI的话 音像还有影像 会非常棒 跟电视一样非常棒 那他会加入食物追踪 我今天吃了 怎么叫食物追踪 我现在APP之后 我说我今天吃了几样东西 他马上算卡路里 我爸 对减肥的人 很受用 那我晚餐要吃早一点 我中午吃过头了 这个都会有加入食物的追踪功能 真的是非常棒 但是瓶盖骨刚才看起来 受惠最大叫台表科 那我们来看台表科 你看台表科 他第一期营收115亿 第二期150 增加40亿 第三期185 为什么他售位最大 他的东西是这样 他是做那个LED 跟这个印刷电路板做连接 他是席膏 热度很高的时候 席膏就融化 就会连住了 你看看 以前智慧手机 LED只有10到20颗 下4千颗 以前我只做这么一点点 我现在要做4千颗 如果笔电用mini OAD 以前OAD是2千到3千颗 下1万颗 然后iPad1万颗 电视是4万颗 你看以前量是这样 现在量是这样 所以他整个量是暴增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 他的营收的话是大幅成长 所以台表科有机会 而且最近在5天 这个法人的话 买超4千280张 所以原则上我是认为 115到135的话 可以做区间操作 好 所以我们可以留意 明天台北时间凌晨1点钟的 WWDC大会 紧接待你来观察的是 钢铁航运休息 那是不是有人纸片人 撑起整个传产的人气呢 特别是这个世界是不是变了 现在废纸 竟然比废铁还贵 这是怎么回事 对 今天传产 赵纸是一支独秀 我们看一下 因为赵纸大概两个原料的来源 一个是绘纸 另外一个就是国际的降价 你可以看到画面上 这个报价的网上 所以今天 这个赵纸的股票 滑质涨停 永风云涨停 正隆涨了7%等等 那龙城是逐大在中国市场的 一个公用值 它出来的营收蛮不错的 5月份的营收52亿 YOY成长了61% 创历史次高 对 那它为什么这个 现在的这个值 涨价 涨不停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刚才阿冠提到了 上面是一代 现在居然 惠子的收购价 超过惠帖 我们不是随便讲 当然要同样重 我们看 同样重的话 惠子的收购价格 你可以看到 福建的话 一公度是2490块 人民币 然后广东的话是2590 但是惠帖呢 但是同样重量的废帖 收购价是2400 为什么 因为今年1月1号开始 中国就禁止那个 惠子进口 不要说垃圾都要往中国来倒 所以当地 收购这个惠子的这个价格 哇 直接一直飙 大概今年到目前 比去年 增加了25% 所以你看 值比铁贵 第二个原因 我们知道 这个造子就是要砍花树木 是 但是呢 现在疫情 砍花树木的工人找不到 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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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这个工人 像美国 滑木的工人 大概一年是赚到4.4万的美金 但是呢 很辛苦 早上凌晨2点就起床 起床一天工作10个到12个小时 而且你看 多危险 那这个不能用 这树脚倒下来 你啊 没有做好防护的话 那个 风险很高 风险很高 但它不能用机器代工吗 对啊 它一定要用人力去砍伐吗 不能用机器砍伐吗 就锁定一个树木 然后医生就把它锯断 锯断了以后 趕快 不是那个树干上 有一些树枝吗 一滑过去把它清除了 那这个是最新的 但是这个 目前应用面是有 但是没有那么 那么广 在外最实际的就是 需求上升 然后我们看画面 有一家 这是台湾的 台湾有一家 风测厂 被员工爆料 他没有做我们这个隔板 应该做这个隔板 他们有纸板隔 对啊 网友就在那笑说 难怪那个 纸箱震 对啊 难怪那个纸一直涨 不是因为他们公司 可能很多种纸箱 他们要拆一拆拿来隔一隔 但是有人讲 那个病毒 留在纸箱只能停留一天 留在这个塑胶 会三天 所以纸箱比较好用 对啊 但是看起来就感觉很不专业 但是我们也要提到一个重点 最近最标的股票是谁 用风雨啊 他控股公司 所以冲到新高 这个波段涨60% 他是不是在做 祭底座账之前的准备啊 对 有人讲说往年 假如是上半年财报的这个集体座账 集团座账 一定都是电子嘛 今年没工 今年可能是传产 所以大家想第一个传产 想的不是台塑集团 永风雨你看最近这样涨60% 滑指也大涨 滑指本来是第一个独立的纸箱公司 后来就被这个永风雨集团来收购了 那滑指也开发了非常多的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 因为以前啊 比如手摇引那个杯子的话 里面有塑胶的成分 所以你在回收的时候很不方便 你看单独的一个处理 现在你看来 伊丽咖 直接我就是手摇引的或咖啡的杯子 那以后我只要用完以后 回收就是纸类 就很单纯 这个都是谁的产品 滑指开发出来的产品 好 所以我们回来看 永风雨集团有机会集团做账往上走高 对 这里还有一家 申风 医疗手套 跟黄毅有概念 我们看一下 这个申风 老实讲 它是因为高价快300块 但是今年第一季EPS就快10块 所以大家认为 它今年可能会赚到30块 但是因为高价 我们看一下 永风雨的股价 其实这一波从低点28.8 已经长了快1倍 但因为今年它会赚到EPS 估计4块 所以现在严格来讲 这个本益比大概还不到13倍 所以应该还有一个短线的上涨空间 但是要注意这个量 你看以前都没有量 这一波集团做账了以后 量全部爆出来 量假如失控的话 可能它基底作账 不见得会做到6月30号 也许6月中旬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看滑指 好 我们来看滑指 滑指其实EPS不高 可能只有一块 绝对不会超过两块 但是滑指 为什么股价最近涨得很凶 因为它占了一个便宜 低价 所以集团作账 尤其船团作账 可能是低价比较占优势 可不可以买造纸呢 航运钢铁休息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短线上 先卖一套航运钢铁转造纸 请舉牌 可不可以买造纸 我们来看有 一二三四五 五票认为可以卖